眼见反黑相服貌抗争越演越烈 中研院院长翁启会在昨天写信给马总统 内容除了肯定学生为了国家而站出来 也呼吁马总统应该要去了解学生激烈抗争的背后原因 更建议签订协议应该要透明 因为从服貌争议到现在为止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了 中研院院长翁启会受服到邀请 分享他在糖化学生物方面的研究 不过最近让翁启会相当忧心的是 立院外面学生的反黑相服貌抗争越来越激烈 他也忍不住在25日写信给马总统 学生的这个运动不是为了他们自己 都是为了社会跟国家更好 所以这个我们是相当肯定 但是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跟法律的界限 先是肯定学生关心国家大事 汪启会随后呼吁马总统应该听听不同的声音 我也呼吁马总统能够去真正了解 这个学生这么激烈运动的背后的原因 然后加以检讨 那说不定学生对这个国会的运作 甚至政府的决策过程不够透明 没有足够的沟通 得到更多人事的支持 回归到学生抗议服貌的源头 汪启会认为政府签署协议不够透明 这一个决策过程必须要更透明 尽量沟通 然后倾听不同意见 要不然假如没有得到 大多数人的支持的这个政策 会付出相当大的这个社会代价 反黑箱学运无法落幕 如今国内的最高学术单位代表 都跳出来禁言 希望总统接纳 让事件圆满落幕 新唐人亚台电视综合报导 反正没息 还好 您注意 请不吝点赞 我 从 优优优独播